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十一学校龙岳实验中学的上莹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综合性学习君子自强不息的第一课时,明君子自强不息的内涵。 同学们先来看看这几幅图片,猜一猜这是矗立在哪些地方的时刻? 想必有的同学已经猜出了一二,这几幅时刻分别是国内著名学府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东北大学、兰州大学的校训。 校训是一所学校文化与精神内涵的集中体现,将这些校训放在最醒目的位置, 不仅能代表学校对未来国之栋梁的期待,更在潜移默化间将这些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 内化为学子们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精神风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大家再观察一下,这些校训有什么共同点呢? 相信细心的同学已经看出来了,这几所高等学府的校训之中都包含着自强不息。 为什么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个词语呢? 自强不息源自周易,天行鉴君子以自强不息,帝氏坤君子以厚德在物, 意味天道运行刚强境鉴,永无止息。 相应于此,君子处事也应该遵循天道,力求进步,健康发展。 君子应刚毅坚韧,持之以恒,努力奋进。 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荣在万物。 由此可见,自强不息看似常用,但实在不简单。 他禁运着丰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气息, 彰显着雄剑浩然之气, 蕴含着石中生花般的刚强与坚毅。 也体现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邻的精神气概。 几所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皆引自此处, 都有勉励与鼓舞广大师生奋发图强, 锐意进取,不怕困难,摆折不挠, 开拓创新,追求卓越之意。 自强不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 我们今天的综合性学习活动就围绕自强不息, 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展开。 通过今天的学习, 期待同学们不仅更深层次地理解它的含义, 更能汲取这种传统文化的精髓, 以滋养我们的人生。 今天的学习分三个板块展开。 一,角度多元,视自强。 二,古人风韵,展自强。 三,分享交流,画自强。 对于自强不息,我们并不陌生, 但是该如何理解它的精神内涵呢? 让我们回溯历史, 在文化长廊中寻找答案。 神话传说,成语典故, 古代诗词,名人故事, 历史风云,社会进步, 可以说处处都能找到它的踪迹。 同学们可以在课外搜集, 阅读资料, 更深层次地理解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涵。 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这节课的探究之旅。 首先,请同学们将课外搜集到的 有关自强不息的神话传说填写在学案上。 透过这些神话传说, 我们一起追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源头。 其实,从人类一诞生, 困难就一直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没有火,我们坚忍不拔地钻出火来, 这是钻木取火。 天破了,我们克服一切困难, 重新补上,这是女娲补天。 大海凶险浩瀚, 我们穷尽一生,也要与之斗争, 这是精卫填海。 大山阻陆难行, 我们尖挑手扛, 世代坚持,也要移除, 这是鱼躬移山。 现在,同学们可以暂停视频, 想一想, 这些古老的神话传说 都有什么共同的精神特质? 相信同学们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是的,古老的神话传说 不仅仅是一个故事, 还蕴含着中华文明 自强不息, 奋斗不屈的精神特质。 从这些神话传说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 深厚文化基因。 那么同学们, 身为华夏儿女, 你是否也感觉到血脉中流淌的 自强不息的热血呢? 除了古老的神话传说, 传统文化典籍中 有很多关于自强不息的名言、 格言。 天行鉴, 君子以自强不息, 帝氏鲲, 君子以厚德在物。 圣人者有力, 自圣者强。 氏不可以不弘义, 任重而道远。 君子不怨天, 不由人, 等等。 这些名言或格言 时常在生活中见到, 他挂在中堂, 刻在书桌, 印在书上, 用以警戒和勉励自己。 那么, 这些名言中都渗透着 自强不息的哪些具体内涵呢? 请同学们一起来总结一下。 超越自我, 做真正的强者, 是自强不息。 宽广坚韧, 有君子的责任感, 是自强不息。 努力奋劲, 不怨天尤人, 是自强不息。 反思自我, 不推卸责任, 是自强不息。 艰难困苦, 欲辱于成, 在逆境中奋起, 也是自强不息。 除此之外, 你还积累过哪些 有关自强不息的名言呢? 我们从中又能获得 怎样的精神养料呢? 下面, 请你把搜集到的 古今名人 关于自强不息精神的论述 填写在悬案上, 并且思考一下, 如何理解自强不息的精神? 怎样才能做到自强不息? 除了神话传说和名人名言, 古典诗文中也有很多 都体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和风骨, 现在你的脑海中 是不是已经立刻浮现出了 很多相关的诗词加剧? 请同学们写在悬案上, 从中感受古人 自强不息的精神, 理解自强不息的含义。 这是一位同学积累的古典诗文,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从这些诗句中 理解到了自强不息的哪些内涵。 露漫漫漫其修远兮, 无将上下而求索, 表达出积极进去, 勇于开拓的心态。 千魔万机, 还坚静, 任耳东西, 南北风, 借逐表达出自我坚强刚毅, 不随波逐流的品格。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用豪放的笔墨, 抒发了自信自立, 积极入世的豪情。 老记福利,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从这儿可以看出, 自强不是一时的热度, 也不是年轻人的标签, 而应该是君子一生的追求。 通过搜集整理资料, 同学们是不是已经初步体会到 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涵了呢? 自强不息从中国的神话传说 就能找到烙印, 奋斗抗争成为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 积极进取成为儒家 经典文化的内涵阐释, 坚韧刚毅体现中国文人的 精神风骨。 自强不息在神话传说, 经典著作, 古典诗文当中随处可见, 它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逐渐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精髓和根基。 正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 和民族血脉中 蕴含着这样的精神。 古往今来, 古人先贤, 人人智士们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接下来, 让我们沿着古人的足迹 讲述自强不息的故事。 请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 到图书馆查阅或借助网络, 搜集中国古代自强不息的人物故事。 每个小组整合自己的资料, 提炼一个有关自强不息的主题。 例如, 好学少年贵自强, 有志青年当自强, 金国英雄易自强等等。 在这个主题下, 完成下面的任务。 以故事梗概的形式呈现本组推荐的自强不息故事, 文言文或现代汉语皆可, 并在每一个故事前写一个推介语, 最后将专题内容以公众号的形式呈现出来, 每个小组成办一期。 例如, 在有志青年当自强这个主题下, 我们可以搜集主题文基奇武这个故事, 并给这个故事写一则推介语。 在这个推介语当中, 既包含故事的内容, 又体现故事人物和自强不息的联系。 另外, 还以文言文或现代汉语这样的形式来呈现这个故事的具体内容。 在现代汉语版故事中, 还可以增加一些描写性的语句, 比如, 夜晚万籁聚迹, 明月高悬, 几生鸡鸣, 滑破天际。 也可以增加一些评论性的语句, 比如, 怀揣抱负之人, 当如阻涕般, 奋发图强啊。 以此来丰富故事的内容。 看了事例, 同学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和小伙伴们开始了策划。 我也带来了两组同学的作品, 我们一起看看他们的成果。 第一组同学以 都紧扣自强不息, 不管是好学少年, 还是经国英雄, 他们身上都展现出古人自强精神的内涵, 那就是勤学苦思, 积极上进, 英勇无畏, 坚毅刚强。 通过搜集古代自强不息的人物故事, 你是否感受到了古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进一步加深了对自强不息内涵的理解? 自强不息是人类共有的文化理念, 但是通过前两个活动, 你是不是已经感悟到自强不息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品格和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 相信同学们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接下来, 请同学们整理自己搜集的有关自强不息的神话传说、 名人名言、古典诗文、自强故事等资料, 从中提炼自强不息的丰富内涵, 比如自信自立、 勤思苦学、勇于开拓、不屈不挠等等, 将提炼出的具体内涵以词云图的形式展示出来。 什么是词云图呢? 词云图也叫文字云, 是对文本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予以视觉化的呈现。 词云图过滤掉了大量的低频低质的文本信息, 使得浏览者只要一眼扫过就可以领略文本的主旨。 从同学们制作的词云图, 我们可以看出, 自强不息的含义是丰富而具体的。 面对困境, 不屈不挠, 克服困难, 勇往直前, 是自强的表现。 面对学业, 努力奋进, 勤思苦学, 切而不舍, 是自强的精神。 面对矛盾, 宽容和谐, 坚韧刚强, 仁爱美德, 是自强的风骨。 我们每一个人, 面对困难时, 都应该拥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力气。 精神不倒, 困难无惧, 路在脚下, 未来可期。 其实, 推而广之, 企业兴亡, 民族盛衰, 亦是如此。 最后, 请同学们阅读学案上的非连续性文本, 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一, 这三则材料分别概括了自强不息在哪些方面的表现。 二, 根据材料三, 谈谈你对自强不息又产生了哪些新认识。 现在, 请同学们暂停视频, 静心阅读, 并把自己的思考写在悬案上。 下面, 我们一起来分析材料, 看看你提取概括的信息是否正确, 全面。 材料一呢, 以老子中的格言, 自胜者强为开篇, 引出无数优秀炎黄子孙的人生轨迹, 接着以司马迁、 李白、 詹天佑等人的事迹作为事实论据。 可见, 材料一主要概括了自强不息在个人修养方面的表现。 在材料二中, 我们要抓关键句。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 历经无数惊涛骇浪, 在艰辛磨难中, 繁衍至今, 兴旺发达, 得益于自强不息精神。 这句话其实已经点名, 材料二主要概括自强不息在民族发展和国家进步方面的表现。 接着以中国共产党预火重生的经历来论证, 以习主席的评价来作解, 更加印证了我们从关键句中得到的信息。 材料三主要介绍了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建成开通这一重大事件, 其中饱含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本色。 而民族的自强又是一代代航天人披荆斩棘不懈奋斗的精神造就的。 这里自强不息既有民族进步、国家发展的表现, 又有个人精神的写照。 总之,三则材料分别概括了自强不息精神, 在个人修养、民族进步、国家发展方面的表现。 也正是因为有了自强精神, 个人得到成功、民族得到进步、国家得到发展。 自古至今一概如此。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 根据材料三,谈谈你对自强不息又产生了哪些新认识。 不知道同学们是否注意到, 自强不息常常和厚德在务联用。 我们的自强不息要上升到厚德在务, 才不会局限于个人自扫门前雪的狭隘, 和逞能要强厚斗争霸的自大。 我们的自强不息精神不仅蕴含着积极进取、 刚见不屈的精神气质, 还传递着对仁爱和谐的不懈追求。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中国愿同各国共享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成果, 共促全球卫星导航事业的蓬勃发展。 自强不息的刚性和厚德在务的柔性, 相辅相成,刚柔并济, 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内涵。 同学们,独立自主,自尊自强, 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厚德在务,宽厚仁爱, 这正是我们最可宝贵的民族特性, 自强不息的文化内涵。 而在近代以来,这样的民族性因为沉沦与奋发, 屈辱与抗争而游显昭彰。 多少人人志士有着抛洒热血, 毁家疏难的慷慨。 多少跋涉探索有着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的勇气。 每一代人都用自己的使命阐释着自强不息的内涵。 今天,我们从未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此之近, 但是行白礼者半久时, 越是接近梦想彼岸, 越是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 惊涛骇浪。 完成实现梦想的惊人一跃, 犹须我们青年人有所担当, 有所作为。 同学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